在这边难道吃喝玩乐 每天就在Tesco或Jesco 就这样吃郎吃郎吗 对不对 不是吧 你就每天在这个 这个 就后把路啊 就在大麦牆 每天这样逛嘛 其实老人是很孤单的 尤其是这次师傅去 从德国红法回来 德国的老人啊 很可怜 为什么 现在听说 德国的人呢 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啊 都不愿意结婚 有两个人里面 就一个是单身 为什么 紧急不紧急 工作很辛苦 那你单身的结果呢 请问呢 我们讲单身 Single Loyal And Rich 单身 贵族 可是现在是Single 也不是Loyal Very Poor 很贫穷 精神很贫穷 生命也很贫穷 老的时候也没朋友 所以我看到很多的 德国老人很可怜 在Shopping Mall里 坐在那里 坐一个下午 他没有朋友 跟谁聊天 你知道吗 跟那个端茶 跟端咖啡的男生 跟女生聊天 因为这个是他唯一的朋友 而且德国医药费也非常的贵 然后呢 德国人呢 在欧洲还是很有福报 政府建立制度 你所赚的钱啊 你缴的税要百分之五十啊 全世界啊 全世界啊都在这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出来 全世界人都笑不太出来 为什么 生活压力很大 生活很孤单 很寂寞 所以老的时候啊 你若没有佛法 没有师父 没有怜友 没有同参道友 其实是老是很苦的 那你为什么不发愿 去见佛呢 见佛就像举个例子 这样有你觉得 只是举例啦 我知道在马来西亚 KL也是有很好的大学 但是你若觉得 这个大学不能买你的业 你为什么不去 新加坡国立大学族呢 你为什么不去呢 美国有哈佛大学 纽约耶路大学呢 英国有 阿克斯福德 加坡里址呢 当然你去要有条件 所以写下来 去极乐世界 不是舒舒服服而去的 阿弥陀经讲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得身彼国 所以在这个世间 你吃一些苦 能够为佛堂奉献 做义工 能够帮助别人 关怀老人 关怀青少年 儿童佛学班 你都应该很欢喜 你就说 哎呀 这是我的福报 我这么老了呢 我还能够帮助众生 最后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好 所以上一次我讲到7点5 对不对 好 请看讲义 第28页 没有讲义的人 请专心听 好不好 是不是有打幻灯片 上次我讲到7点5 说善知识 叫做 依止善知识 让你做到 依法不依人 我们要深信佛语 四不坏信 好 我讲到中国 儒家跟佛家 的这个传承呢 都是呢 以法为重 可是这里我要补充 藏传佛教不不同 藏传佛教呢 认为呢 他要重视上师 他有两个 Lineage of Knowledge 有知识的传承 第二个有 Lineage of Practice Experience 修持的传承 也就是在金刚证里面 你要去拜老师 金刚证不像我们这样 说哪一部金刚经 你自己读 你就会开悟的 西藏佛教认为 你是永远不会开悟 为什么 因为开悟的关键 不写在书里 开悟的关键 是要老师 透过法 教你他修行的经验 就像中国 为什么禅宗 要去拜 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的老师 我现在脑筋里 想到六祖慧能大师 有一个叫法达禅师 法达禅师很用功 他念了三十年 妙法莲华经 各位你回去试试看 师父也念过 妙法莲华经 大概有六万多字 你要念的话 现在不要说在家居室 出家人没有工作 从早到晚念 七个小时到八个小时 你才念得完 念到最后 你会眼睛像斗鸡眼一样 因为那字很多 你要跟着念 念完中间还休息 精醒十分钟 要再继续念 六万多字 你一天念一部 法达禅师念了三十年 那你想经不经济 非常经济 可是他并没有开悟 他虽然念法华经很欢喜 也很有功德 他相貌也非常好 可是他没有开悟 他就到广东南华四十圈 六祖会能大师 千里迢迢 为了开悟了生死 去见六祖会能大师 六祖会能大师接见他了 在会客室里 他顶礼六祖会能大师的时候 很骄傲 五体投地的时候 他头是不着地的 也就是他四个 大家知道五体投地怎么拜吗 头应该是着地对不对 六祖会能大师说 你这个人非常傲慢 他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从你拜佛就知道 你顶礼我 你头是不着地 表示你心中值得 骄傲的东西很多 那法达禅师说 是的 六祖 大师 我念了法华经 念了三十年 我每天都念一遍 三十年我都没中断 各位 我还没有逼你念 普贤行愿品三十年 我只有逼你念三千遍 你看古人以前是多么用功 自己你要去反省 接下来他就说 可是六祖很惭愧的说 我虽然念了 可是我并没有开悟 结果六祖会能大师说 我没有读过法华经 那你既然念过三十年 一定很熟 你开始念给我听咯 他就拿出经本念 甚至有些地方会背 他就从第一品开始念念念念 念到第二品 方便品 六祖跟他说 好 你不用念了 我知道他讲什么 他就为他开示 他说佛以一大师因缘 出世人间 开示误入佛知佛见 为他讲经所法 结果他一说以后 六祖会能大师 加持力呢 法达禅师就开悟了 所以六祖的座下 有四十三位开悟的人 为什么 古人他非常的用功 他有很深厚的基础 就像各位要不盖这一栋 二十五年才努力而成 落成的大楼 他地基要打得深厚 假如你没有这个地基 老实说 我拿木头敲你 把你敲死了 你也是不会开悟的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佛法 戒定会的基础 所以独众大臣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古来的祖师 开悟的人可以 引导别人开悟 简单的讲 欲知山前路 虚问过来人 再举一个例子 你要说你今天上课 师父在这边教你游泳 不管是花powerpoint等 你要知道 自由式仰式 对不对 讲了半天 上了一年的课 大家都没有游泳 那你不叫会游泳啊 对不对 你不管上什么课 挖式 养式 自由式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把全部人 所有人通通丢到水里面去啊 你在游泳池或水里面 大海里 你淹过一次水 呛过一次 你才知道 哦 原来游泳是这种感觉 我怎么用呼吸 透过思念处 再配合游泳 对啊 所以游泳是可以配合呼吸的 也可以被念佛的 同样的以此类推 假如苦口婆心 我劝你 你不念普贤行愿品 你永远得不到 金中之王的利益 佛法也是如此 所以看 藏传佛教很重视老师 没有老师是不能开悟的 所以他认为 佛法身三宝 上面再加一个上师 所以上师是一切传实的根本 这是跟我们大乘不一样的地方 你不要动不动批评说 为什么他们对佛不恭敬 佛宝上面还要加一个上师 那是你不知道金刚才有他的体系 好 接下来请看第28页 第20行 上次我时间没有讲完 所以讲到第七愿请佛注释的时候 希望跟大家共同勉励 你要发愿 每天早上起来发愿 愿我与法界众生 深深适适发菩提心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深深适适在在处处 所谓深深适适就是说 我们学佛不是只有一事 你可能也不是只有一次 当过马来西亚的华人吧 你很多事可能都在这里吧 在在处处适适 不管你走到哪里 不同的时间跟空间 第一个我都能够见佛 这个见佛很不容易 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见不到佛 我们只能见到佛像 还有见到佛留下来的法 经典 你要常常发愿 可是你若认真用功修持的话 你会在梦中或定中 见过观世音菩萨或阿弥陀佛 在这里我又讲故事 因为一年没见 我累积了很多故事 可以跟你讲 今年师父在台湾 去参加了 二月到五月底到六月 二三四五六 几乎快五个月 四五个月 我除了商业经测固定的课程之外 三次我要上课 然后礼拜五我到立国讲堂去上课 礼拜六我到圆光假日佛学班 有三百位的人 佛友 有一半也像各位一样 是五十岁以上的老菩萨 上普贤十大院 他们现在非常用功哦 普贤心愿品有一半会背的咯 我看一下 我下次应该来考考你们 看看会不会背 要用功 真的要精进 我讲一个例子 有一个年轻人 他妈妈呢 叫他学佛 可是他是蛊惑仔的 我讲故事不要讲人 每个人都有隐私 你知道吗 他杀盗淫忘酒 吃喝嫖赌 没有一样不做过的 年轻的时候呢 每天带来的晚上的女孩子 都是不同样的人 他妈妈呢 就正一只眼 闭一只眼 对 好 今天写下来 写下来 看佛要打开两个眼 看清楚一点 观想 看众生眼 正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不要看太清楚 那他妈妈呢 每天就睁一只眼闭一眼 可是他很难过 因为这个孩子很善良 可是因为交坏了坏朋友 世俗的习庆都不好 他每天就吃喝玩乐这样过 结果有一天呢 他妈妈劝他 儿子啊 你要不要来上假日 佛学班啊 师父劝你去 他这样怎么回答他 你头部派去才会去学习呢 你说学佛都是脑筋有问题的 可是他妈妈还是很慈悲 妈妈很用功 爸爸也是学佛 叔叔呢 也是前程佛教徒 都是佛学班的 我都见过 然后他就在观世音菩萨 跟阿弥陀佛面前 为他点灯 回向啊 结果有一天 不是师父的功德 是真实发生 在我要上假日佛学班的前一天 他平常都睡得很晚 假日佛学班是早上九点到十二点 所以我礼拜五就住在佛学院 结果他礼拜五晚上啊 要天亮的时候呢 做梦梦到阿弥陀佛叫他起床 叫他的名字起床了 你该去上佛学班了 他就来了 他就今年认识我 当然他烦恼意很多 心很善良 就起起伏伏 对不对 然后呢 经过教了他半年 你知道普贤行愿品啊 他有一半全部会背了 他常常觉得很忏悔 为什么 他每次他听到呢 忏悔业障愿 他会都会在我面前 师父面前哭 他说他一生颠倒过 伤害很过的众生 玩了很多女孩子 然后糟蹋了很多众生 他说因为他迷惑 可是他 他觉得遇到佛法 是他生命最快乐的事 他现在非常的用功 还是工作 然后他有一个太太 从大陆来 我也见过很善良 然后有一个小孩 小学 这个五年级 也很用功 我也给他儿子巧克力 这样子 所以你要知道 学佛是很不容易的 假如你不精进的话 你一生就空过了 所以见佛 是要有善根的 那你会问 师父他这么坏的人 怎么他会见到佛呢 答案他过去也是佛教徒 迷失了 所以要定中见佛 并不容易 第二个 要发愿 生生世世 在在处处 我们要常闻十方 一切的妙法 这里的妙法 当然是正信佛教 而且你要闻到 南传北传藏传的教法 在四弘施力院里面 不是讲法门无量誓院学吗 假如你今天不读花烟经 老实讲你来生 还是不会听到的 假如你现在学 你将来有福报 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当然你就会去极乐世界 你如果没有的话 来生你也会遇到 梅勒菩萨成佛的时候 第一个为你讲什么 大方光佛花烟经啊 所以华言会上的这些大菩萨 为什么都会参加呢 是因为他在过去佛的时候 就听过华言经 那同样讲 佛讲妙法莲华经 也是这样啊 你过去呢 就在他方佛 或他方世界 你就读过 妙法莲华经啊 好 至这里我有讲一个故事 因为今天第一天 讲慢一点 以前呢 有一个出家人 天台山的一个出家人 智者大师的一个弟子 他是 出家人 可是他念妙法莲华经 以前古代的妙法莲华经 是现装书 是两本 像师父这样 上下册 上册定义本 下册定义本 现装书 他念上本的时候 非常的好听 声音很庄严 一直念 而且一字都不错 可是念到下卷 就一屋一屋一屋 就不太熟 那他自己很苦恼 那其他的师兄弟 也觉得很奇怪 有一天智者大师呢 就入定了 看他过去世 原来他过去世啊 过去世的前身跟前身 是什么 是牛 牛呢 在古代寺庙呢 寺庙里面 长津阁不像我们 现在有厨师机啊 有时候夏天来的时候 就把金啊 有没有 拿出来在广场上赛 叫赛金嘛 好 因为有时候 木雕的大殿啊 或长津阁都比较潮湿 以前古代 没有像我们现在 有电器设备 所以他要拿去赛 那在广场赛的时候 他是牛过来 他就闻了 上半卷妙法莲华精 他这样闻 这样闻一闻 他要闻下半卷的时候 突然跑出一个出家人 看到牛 以为他要把他咬掉 就拿个竹竿打他 然后就把他吓跑了 结果他下半卷 没有闻到 因此 他每次在弄下半卷的时候 就很不熟 也不欢喜 最后智者大师看了 就笑一笑 就叫他一个往 每一次晚课结束的时候 就叫他在大殿 拜释迦摩尼佛 拜观世音菩萨 忏悔 地词障碍业障很重 过去呢 障碍很重 就拜 然后拜 就要连续拜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拜了三个月 到六个月以后 他读下卷 妙法莲华精的时候 就全部通达了 所以他上卷跟下卷 诵经的时候 声音都非常的好的 所以地藏经里面说 若我们众生念的时候 常常觉得你障碍很多 你应该向佛菩萨忏悔 这并不丢脸 你应该知道问题在哪里 所以愿你深深世世 常闻十方一切的妙法 包含正性的佛法 过去现在未来 所讲南传北传 藏传的教法 你都应该打开心量去学习 最后第三个 愿我深深世世 在在处处 能够尝遇十方一切 闲圣身 这里的闲圣身 包含出家的 这个登地的大菩萨 像文殊普贤 观音 地藏 弥勒这种八大菩萨 在part 1跟part 2 我也讲了很多 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的 感应故事 在这一次 我还会继续讲 文殊菩萨也会化现 同参道友来鼓励你 然后呢 这里的圣贤身 有着登地的大菩萨 还有像呢 像玄庄大师 窥姬大师 像徐云老和尚 像印光大师 像红衣大师 这些成愿再来的 视线为凡夫 同参道友的神圣身 都会帮助你 所以有很多人问我说 师父为什么出家 出家要有三个条件 要有良师 亦有跟好环境 你有这个道心 那就可以出家 可是我现在看到东南亚的联友 尤其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出家是什么 是老的时候搬家 师父我老了 我可不可以出家 我说你根本没出家的心 你要有这个道心 假如你有良师 亦有好环境 三个都有 你真的适合出家 好好修行 但是呢 先得把世间的责任了了 不能呢 有外遇啊 或者不做老公 不做老婆 然后呢 抛弃你的责任 躲到佛门来 那这个是不可以的 因为佛陀说 人道有亏 佛道难成 所以作为出家的生邪 也是要多生多解修的 古来福经有一句话 他说 生披如来 家沙难啊 只因前世 种善根啊 以前是没有修福修会 供养三宝 互持正法的道场 你要出家是不容易的 而且就算你出家以后 你会有病痛多 障碍也多 假如你在佛门里面 只想舒舒服服的养老 或混日子的话 那你将来会很苦的 因为佛门是要接受 十方众生的供养 所以 假如你有良师 刚刚讲 良师亦有好环境 你有良师 却没有同餐道友 也没有好的环境 这里的好环境 不是只吃得好 住得好 而是要有道风跟学风 还记得吗 我上次讲的道风跟学风 看讲义第26页 第25行 26页第25行 道场要有道风 是他修行的法门 学风是他研究经论解门的依据 所以道风跟学风 这才叫道场 道场不是说庙盖得很大 香火很鼎盛 那个不是道场 那叫庙公 或庙婆 所以很多人出家的动机 是很复杂的 是否不以置评 只能点到为止 可是假如你有良师 却没有同餐道友 没有道场 那你虽然有很好 实施招你 可是你会 菩提道上走得很孤单 也会很寂寞 等等 第二个 假如你没有良师 你却只有同餐道友 然后呢 好 每天去餐 每天餐 讲好听一点 去四大名餐餐 其实你像这个呢 到处餐啊 你是没有根的浮萍 在大海里随波标流 其实你餐也餐不出正邪真假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佛的正邪真假 所以善才通知五十三餐 第一个老师是文殊菩萨 是开了雾了以后 才可以去餐学的 现在我们讲的比较好听 我们去餐学去走走 其实呢 是假浪假浪 是去吃喝玩乐的 第三个 更不好的是 假如你没有良师 也没有义友 你只有一个很大的庙 家大 业也大 开销也大 那你就动脑筋咯 动脑筋呢 就是为钱啊 为世俗的忙忙碌碌啊 所以有很多人会看到出家 你说 为什么呢 修饰这么多年呢 他的品德涵养啊 学问都不怎么样呢 那你就会看清三宝 当然这个问题很多 所以希望你常常发愿 记下来 每天早上要发愿 愿我深深事事 在在处处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常见十方一切诸佛 常闻十方一切妙法 常遇十方一切闲僧僧 你常常这样发愿 不管你深深事事 在家出家 男众女众 你就会遇到 良师亦有好环境 好 那把这三个浓缩起来 在你生活里面 可以用得到的是吗 就是供养 你可以写下来 假如以华言经讲 供养十方一切佛 供养十方一切法 供养十方一切生 供养十方一切众生 念阿弥陀佛 然后你就可以吃饭了 为什么 因为每天三餐都会吃饭 三餐吃饭的时候 我们并不像基督教 天主教说 感谢上帝给我们食物 其实上帝根本没有给你食物 食物是你自己赚来的 这是讲真话 可是我们今天有这食物 我们有福报 我们就应该想供养佛 因为佛是圣者 那假如出家中的话 还有习惯 就是锅里面会拿一点点饭 念咒 然后呢 布施幽明界众生 或其他众生 这是出家人才做 你可以不用 那你自己赚来的 比如说你现在出去 吃那个所谓的 柔佛心山的草果条 超过条之前你为什么要供养 就是因为你没有福报 所以你要观想 我要供养佛法身 我再念一遍 供养十方一切佛 这是修华严经这样念 供养十方一切法 供养十方一切身 供养十方一切众生 然后你就念阿弥陀佛 然后就可以吃饭了 那晚上事实上不用供养 因为依南传的戒律来说 佛是过午不时 大乘比较开圆 我们叫药食 对不对 就是把身体当药 所以晚上你只要念三参阿弥陀佛 就可以吃饭了 可是藏传佛教 晚上还是供养 为什么 晚上也有佛 请问白天就有佛 晚上佛就不见了 那明天他又要上班了 是吗 所以这就是见地不同 其实随时随地 你都可以供养 在你的心 好 接下来如是虚空借敬 众生借敬 众生业敬 众生烦恼敬 我此劝请无有穷敬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生与异业 无有疲业 好 这并不难 请翻开讲义 第29页 今天讲 丁八常随佛学院 好 请看幻灯片 善财童子 五十三餐 这是华严经的壁画 右边就是善财童子 所谓用童子 代表他有赤子之心 那普贤菩萨 其在六牙白相里面 所以我们要讲餐学 若以华严经的架构来讲 善财童子 第一餐是大智文书 施利菩萨 开悟得了根本智以后 他在家出家都参学 在这五十三位里面 只有七位是出家众 有四十六位是在家大菩萨 也有外道的婆罗门教 所以你不要轻视 外道里面也有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到最后一位 五十二位是米勒菩萨 五十三位就是善财童子 参普贤菩萨 请看经文 二十九页第十二诵 所有礼赞供养福 请佛注释转法轮 随喜忏悔诸善根 回向众生及佛道 请这个做一个祭诵 这是从第一诵到 第十二诵的简单的回向 你看幻灯片 师父有个动号 把它分开 所有礼赞 礼是指礼敬诸佛 赞是称赞如来 广修供养 好 这里注意听 供养福 把这个福做一个记号 有些经典写 所有礼赞供养福 两个都可以 我去查过藏经 不过以前后的经文 应该是 所有礼赞供养福 会比较恰当 意思是说 所有一者礼敬诸佛 二者称赞如来 三者广修供养 四者忏悔业障 这些所有生起的福报 我都请善知识 注释 常转法轮 对一切众生 我都不要生嫉妒心 修随喜功德 而且忏悔 我跟众生 所有一切的 生生世的恶业 还有我们 有的善根 应该好好去珍惜 最后要回向 一切的众生 所以为什么 每一次我们讲经结束 都要回向 因为在回向 在佛教里面 尤其是大乘佛法 跟金刚乘佛法 回向是很重要的 它就像一灯 可以点灯 可以传灯 有一点点的回向 可以生起广大的功德 不然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要像 释迦摩尼佛一样 生生世世 这样利益众生 一天一天累积 那到哪时候啊 所以回向是 破除你的执着 扩展你的心量 尤其在后面呢 八九十三愿呢 我会详细讲 所以第八愿 是很重要的 回向众生 及无上 奥诺多罗三秒 三菩提的佛道 所以请看 第二十九页 第四行 这个祭送 做个记号 它就包含 后面的三愿 八常随佛学 九恒顺众生 十 普皆回向 这一送 就包含着 三愿 以及所有的愿 所以你若问师父 在普贤十大愿里面 若师父我们很忙 没有时间回向 念哪个祭送 也可以念第十二送 这个祭送 好 先看一下 刚才讲 普贤菩萨 善才童子五十三参 对不对 参访善之时 那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请各位深呼吸 我也要呼吸 我讲了第三次了 我想讲真话 我想问你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你投胎到马来西亚 对不起 可能你会有点不太高兴 你有没有想过 师父为什么投胎在台湾 为什么有人投胎在大陆 为什么有人投胎到外国 你们讲阿兜 对不对 外国人 你常常都会想 为什么人家有 我没有 答案人家修 你不修 当然我知道在马来西亚 我也去过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跟印度尼西亚的华人 是非常非常辛苦 我们叫二等公民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讲到这里 是不是要真心 这是过去你的业 你投胎在这个国家 当然这个国家里面 佛教族非常的团结 你就面临印度教 回教 还有其他民间宗教 所以马来西亚的人 连有说非常了不起 是东南亚里面最团结的 因为你不团结 你就被人吃掉了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师父坐在这里 心情也很复杂 我每次进来 我的签证都会出问题 大家都知道 这个国家是很复杂 我就点到为止 因为全程录影 我不想讲太多 不然待会讲完 我就被arrest 抓下去了 可是你要想 为什么你投胎到这里 答案是你过去的 善业与恶业 因为你过去的善业 所以你今生投胎做人 可是你并没有 身在佛在世的 你跟我都不在 身在佛出世的时候 不是有一首寄送吗 佛在世时我沉沦 我们要唱这个寄送的时候 你都会放声大哭 我们也很想见佛 谁不想见观世音菩萨呢 谁不想见阿弥陀佛呢 你看 所以阿弥陀佛很慈悲 在四十八大院里面 有一个片共诸佛院 每天早上 看左下角 你可以拿着 阿弥陀佛的神通力 欲天曼陀罗花 拿着你的衣裳 像花篮一样 拿着花 然后蒙阿弥陀佛佛的神通力 可以骗共十方一切诸佛 所以他在这里 比你做魏塞节 跟欲佛节所累积的功德 一秒钟是累积千万倍的 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愿 你了解这个道理 你就不会不想去西方极乐世界 请问呢 你在这边供佛呢 很辛苦啊 对不对 供养之前还看一看红包 本来要给一百码币 算了五十好了 五十又收起来 你看我们的心 多么的复杂 我们也遇不到真正的佛陀 在你面前供养 佛陀在世的时候 平波索罗王跟韦提西夫人 天天供养佛陀 我曾经算过 平波索罗王韦提西夫人 一日供养印度啊 我查过书啊 一日供养生团九十九亿印度币啊 一天供养九十九亿 所以他贵为佛的大护法 他生生世世都是国王啊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真话 我们常常都会去抱怨说 为什么人家有我们没有 不要这样想 打开来转过来讲 我们要忏悔 因为人家修 我们不修 人家发心 我们不发心 举个例子像 你看美国 我东南亚 全世界很多慈善演唱会 很多的歌星 唱一个晚会 一捐就是一百万美金的啊 没有错 都歌星很复杂 我不是要你去做歌星 而是我告诉你说 他可以为 全世界的贫穷的人 就算他不是佛教徒 为世界展望会 为人类的灾难 为了义 就所谓的慈善晚会 他可以做广大的布施啊 而且他很欢喜 所以他有福报啊 了解吗 所以遇不到老师 你要忏悔 你真的用功学了吗 第二个 自己没有福报 是因为我们过去没有重音 对不起啊 Part 3 我必须讲真话 心脏要好一点啊 所以你要想 为什么我们没有常随佛学 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去新加坡 我已经来了第八年了 我从2003年第一次被大杯中心群职奖铺 先是大院 每一年来两次 到新加坡我已经来了几年 2003 对不对 今年2012 其实已经快九年了吧 中间有一年我没有去 因为建商业精神 对不对 我去了这么多地方 很多人跟我讲 师父 你要常来弘法 我们很想念你 结果我一来的时候 他跑去度假了 他说假假的啦 我告诉你 华人都很喜欢 这一切很厉害的啦 都不做了 知道吗 那可能在座里 各位也很可能有福报 对不对 起码我们没有障碍 我没有生病 没有障碍 其实我每次来进马来西亚 障碍都很多 我念了很多佛菩萨跟咒语 希望在这块国土里面 去帮助众生 对不对 可是有很多人不会珍惜 当然珍惜的还是有 所以师父一开始就说 谢谢你百忙中来 好 对不对 那我有时候呢 在新加坡弘法 很多呢 就跟我说 师父啊 你要那边常住啊 师父你要办办PR 在这边住久一点啊 为我们奖金 你知道我反问他吗 一句话 Are you ready 我来的话 你真的全部都不请假吗 他吓了一跳 不讲话了 所以写下来 不是佛菩萨不慈悲啊 而是呢 真正佛菩萨在你面前啊 你也不真真真知道 你还会看他 哎 这个人有问题啊 所以我们众生啊 南颜伏地的众生 佛千把亿化身 在家出家 在你周遭 苦佛佛心 欠你学佛法 为什么 学佛要靠自己 成佛也要靠自己 阿弥陀佛是不可能帮你成佛了 可是阿弥陀佛是苦口婆心 创造了西方极乐世界 观世音菩萨 苦口婆心的要接引你去极乐世界 为什么 因为他是呢 不用再轮回三恶道 不用再回来投胎转世 轮回受苦的极乐净土 简单的讲 就像新加坡国立大学 美国的哈佛大学 纽约大学 也像英国的剑桥跟牛津大学一样 而且呢 也不用上班啊 你可以昼夜精进的学佛法 你知道吗 师父 很惭愧 今年 大概出家25年 我第一次 感受到要西方极乐世界 那时候我19岁 20岁 我第一次学佛 讲阿弥陀佛经 极乐净土 第一次让我感受到 我要去极乐世界是什么 是因为我常常 我白天要教书 我还要当老师 晚上我很用功 做功课还要去上佛学课 回来我还看书 我常常看到晚上一两点 高僧传 像红衣大师传啊 虚音老合传传啊 我一本一本看 我看到晚上 不行了 明天要上班 所以我第一个觉悟 到西方极乐世界很好 是不用睡觉 全部的时间 体力 你可以做 你想要修行利益众生的事 在这边就不是咯 这边在家住家 都有很多永远忙不完的事 请问 你再来投胎转世 你还要从小 然后读书 工作 结婚 成家 立业 结婚 生子吗 来 我来调查一下 假如轮回 你还要再来玩这种游戏的 请举手 没有了 可能有些人还有 假如你觉得轮回再来一次呢 你还是想出家修行的 请举手 举高一点没有关系 举高一点 假如给你一次再一次机会 你想出家修行的 请举手 好 贵姻请把名字都记下来 鼓励一下 好 那我问你 假如你觉得轮回 哎呀师父啊 我很丑陋啊 十根筋 我来生 我还是蛮喜欢 结婚生子 成家立业 其实蛮幸福的 请举手 举手没关系啊 那没有举手的请举脚 你在干嘛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对生死啊 很迷惘 很矛盾 也很彷徨 了解吗 所以请看经文 第十三宋 我随一切如来学 修习普贤圆满行 供养过去诸如来 给予现在十方佛 我先念祭宋 第十四 未来一切天人师 一切意乐皆圆满 我愿普随三世学 速得成就大菩提 所以我常常说 做人啊 最为殊胜 就是在人间 你可以学佛法 因为天上人间 有三宝 这个三宝是佛宝 法宝 僧宝 你可以以人道的身份 去学佛法 第二个 你在人间 可以行菩萨道 你有没有看过 狗会念普贤行愿品啊 你有没有看过猫 跟 会不吃菠萝蜜的啊 没有 逗入到出生道 失去人生以后 其实是很苦的 对不对 所以人间有佛法 生三宝 这个三宝 不是一般年轻人讲 吃饱 睡饱 跟玩饱 这三个不一样 年轻人吃喝玩乐 过了一生以后 其实是继续受苦的 因为在吃喝玩乐当中 都会造很多恶业 你会伤害自己 也会伤害别人 所以请看经文 第十三中 我随着一切 过去 现在 未来 一切的如来 我生生世世 都要学习 所以约到 好老师教你 是你的福报 不要因为老师 念你 骂你了 然后呢 你觉得呢 却称你 称恨心 修习 普贤 圆满心 我要修学 过去 现在 未来 诸佛都修的 普贤 十大愿的 六度万行 我生生世世 要以自己的能力 清静欢喜心 供养 过去 一切的如如来 及现在 未来的 十方一切佛 那我常说 学普贤 十大愿的 你的爸爸妈妈 你的家人小孩 就是你家里的 未来佛法 你可能对师父 很恭敬 你对脸油 很客气 那你为什么 不转过来 也对你的家人 真诚关心呢 所以很多人 学佛 是学了一半 对师父很好 对脸油很好 回到家里 对老公跟老婆 跟小孩都不好 所以呢 你家人都反对 你学佛法 好 这几年 我妈妈也老了 六十五岁 前一阵子今年呢 他还进医院开刀 肠胃炎 他非常紧张 他差一点认为 他进去就出不来了 他很认真地念观世音菩萨 非常好 我觉得其实他应该病久一点 比较好 因为住医院住得越久 他就定得越久 就出来以后呢 他觉悟了很多 还有个人说 哎呀 儿子啊 我们家有两个妹妹 我是老大 两个妹妹 还有一个弟弟 他说 哎呀 新红师 早知道出家这么孝顺 我通通儿子妹 弟弟妹妹通通都出家好了 我说不可以 出家其实是很苦的 你不可以强迫别人 但重点 你是心要学佛法 所以 你要珍惜你的生命 人常常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啊 不到黄河心不死啊 所以写下来 印光大师讲 长江生死挂心头 把死这要贴在额头 写下来真的很重要 后来就是讲 普贤十大愿意 跟禁度怎么结合 第一个 要把死挂在额头 死并不是不吉祥 以前古代的老人家 华人都不喜欢谈死 对不对 过年也不能讲死 好像臭眉头 皱眉头 你会不如意 其实错 现在东南亚的佛教徒 都很开放 都听了佛法 也学了临终关怀 甚至呢 也知道临终要祝念 生老病死 应该去谈 印光大师说 长江生死挂心头 意思是说 要警惕自己 不是让自己恐惧不安 而是说 假如 我有些事情要做 我现在都一直等 一直等 我本来要去菩提家 也在等 等到最后 你就断气了 有很多东西 你应该去把握 去努力 所以我师父常说 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第一次跟最后一次 在逻辑上听起来 是很矛盾的 第一次怎么会 最后一次呢 第一次 你就会非常的欢喜 哎呀 比如说 我第一次今年 去法国巴黎 我也是很高兴 我真的大开眼界 对不对 可是最后一次的意思说 你就会很感恩 比如说 我师父来这边奖金 我也很欢喜啊 虽然我很忙 对不对 对啊 你看我说 我还是有掌青春的 我今天有剃头 很庄严 前一两天 志光来接我的时候 他说师父你很累啊 我说对啊 可是我心里是很欢喜 心里想 我没有障碍 我很欢喜 为各位讲 普贤十大悦 所以我发愿 我会一直讲 普贤十大悦 一直讲 讲到我临终 断气的前一天 我还会去去奖金的 明天就走了 我还会讲 入菩萨行论 来来人间 能够帮助别人 我们应该很欢喜啊 所以你要珍惜 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这样子 你就会珍惜 很多连友 也有人连友跟我说 师父你太慈悲了 因为你全程录影 因为人家录影啊 所以去跟不去 那就随缘自在 自在随缘咯 我人家正想拿木头 翘那些人的头啊 下个月你还在不在 你都不知道 所以人都是这样 平时不烧香啊 临时你是抱不到佛脚的 你平常不学佛 等到癌症来了 家里灾难来 师父怎么办 难量办 你说师父你慈悲 你献普贤 行愿品 功德力很大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念呢 对不对 你平常都有时间看歌仔戏 打麻将 去shopping mall 夹朗夹朗 你为什么不先念好再去呢 所以 二十四小时啊 是很公平的 只是你心中 没有什么 长江生死 挂心头 出轮回那个 强烈的意念 这一点很重要 死不是让你很可怕 佛陀教死 并不是让你说 每天要很恐惧 明天世界末日来了 不是佛陀也不要你去 所谓的 鼓吹世界末日的思想 现在大家就谈了 2012年12月21号 对不对 那天我刚好会在闭关 师父的安排是闭关 或者那天刚好 商业经测有五天法会 念波耳经 念吧 地震来的时候 那怕什么 会走就走啊 你的心要安定 知道吗 安定 所以 看下面一诵 十四 未来一切天人师 未来一切的天人师 只要你长江生死挂心头 你学佛法 你肯发愿 不要害怕 请写下来 因为佛教有来生 所以有无有穷尽的时间 无有穷尽的空间 满你无有穷尽的愿望 写下来 有来生 所以有无有穷尽的希望 这辈子做不完 来生还有机会啊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贪生 所以你不要贪生怕死 有些老菩萨 就怕 这个也怕 那个也怕 这个也怕 过去也没有活得很快心 现在活得也不安 未来也活得不幸福 你永远在担忧 担忧太多没有用 佛教因为有来生 所以人有无有穷尽的希望 但是起码你要守五戒 十善 而且你要归一三宝 那你来生呢 就算因缘今生没有去极乐世界 你来生还会做佛教徒 若你有善根 你也可能来生会生到天上 遇到没了菩萨 所有的诸佛菩萨都不会舍弃 所有的众生 所以未来一切天人师 一切意乐皆圆满 我都以欢喜的意乐呢 来学习六度波罗蜜 你一定会圆满 我愿谱随三世学 我发愿 愿意呢 永远不放弃的 生生世世跟着 过去现在未来诸佛的菩萨 还有佛 阿罗汉的圣者 学习速得成就大菩提 这是祭宋的 简单白话欢意解释 接下来给你看图片 你看 我们要遇到释迦牟尼佛 很难 这是台湾中台禅寺 以日本石窟庵的国宝 而重新呢 在创造而做的 大概有两三层楼这么高的 释迦牟尼佛 对不对 虽然在马来西亚 我也观察到 有很多人喜欢学南传佛教 大乘佛法 很好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观察到大乘佛法 虽然讲大乘佛法 有些是它大殿式大乘佛法 其实内心里是学南传佛教 帕浩传师 口音卡传师 清净道论 阿含经 答案这是可以的 因为在大制度论里面说 行菩萨道的人 也要懂生文法 对不对 三十七道品 南传跟北传都有 但是不要以正 阿罗汉果为你治疗的目的 你学菩萨道 你学南传清净道论 可是你要发愿行菩萨道 第二类是 有些是大乘佛法 可是呢 他学大乘 怎么知道大乘 大殿供的就是 释迦摩尼佛 观音地藏 而且你会发觉 东南亚很多人都念 地藏经 普门品 大悲灿 药师经 所以他弘扬的是 学习是大乘佛法 可是有些人 内心里是学东密 对不对 像大日如来 孔雀明王佛母 或者是学 惠基金刚 都念一些 不动明王 吉利咕嚕 吉利咕嚕 吉利咕嚕的咒 最实际上 他是大乘佛法 其实呢 他是学东密 或是唐密 有些是大乘佛法 可是内心里是学藏密 了解吗 所以每个人的因缘不同 但是南传 北传 藏传 都是佛说的 所以你能够遇到佛 为你说佛法 我常常举的就是 智者大师 念妙法莲华经 昼夜经经念 他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念到 世真经经 世明 法供养如来的时候 他诵经就入定了 所以入定不一定是指盘腿 他在诵经的时候 就入定 回到林旧山 过一两天会给你看 林旧山短片 他就见到释迦牟尼佛 他见到法华会上 他还看到他师父 原来会师大师 他师父就坐在旁边 他还听了释迦牟尼佛 他说 临三一会 俨然未散 妙法莲华经的法会 都还没停止的 可是你要很用功 用功到见到佛 这是很重要 接下来 在佛在般若会上的时候 大家看过这个照片 香港大雨山 宝连禅士 右边留胡子的是 帝氏天 就是我们一般讲 玉皇大帝 其实玉皇大帝 我知道马来西亚 最近有九王爷吃树 对不对 其实玉皇大帝 虽然是道教 他是佛教的大护法 他也是佛的弟子 而且专攻 般若波罗蜜 左边是大饭天王 他们呢 跟舍利佛 须菩提 很多大菩萨 每天都在跟佛请教 般若波罗蜜的教法 对不对 所以你每天送金刚经 你未来就会遇到 般若波罗蜜的教法 而且送心经金刚经 文书菩萨 也会特别护念你 接下来你看 释迦如来 在藏传佛教的 汤卡里面呢 教十六阿罗汉 跟大菩萨 他也教普贤十大院 注意看这两个 传统上中国 右边是 加设尊者 左边是 阿南尊者 代表禅宗 中门跟教下 可是西藏佛教里面的 汤卡不是 一个是 阿南尊者 一个是 大木建连尊者 两个都有神通 拿着西藏跟波 所以 接下来 三世诸佛 过去 现在 未来的诸佛 都会讲普贤十大院 所以你念 普贤十大院 你也会遇到 下一尊佛 甚至遇到 贤解千佛 都为你说佛法 接下来 三十五佛 会讲无量的教法 也一定会讲 华言经 普贤十大院 乃至于你到了 西方极乐世界 遇到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也会为你讲 华言经 对不对 你看 我们拜佛的时候 不管 上次讲过 一辙里尽诸佛 不管你拜佛的时候 前程 看到佛 或没有看到佛 其实阿弥陀佛 就在你面前 不要怀疑 你念观音菩萨 很前程的时候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有人念一念 走看一下 哎 菩萨你有来吗 那表示你对佛法 没有信心 信愿心 它绝对来的 只是你不一定看得到 因为众生的业 没有忏处 接下来 你做殊胜的话 就会大乘十方佛 你会见到定中 见十方诸佛 亲自为你说佛法 所以各位 用功一点吧 加油一点 如果这一生 当你业力尽的时候 你修到欲知实质 去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 那所有的经论 你就不用听我讲了 你听阿弥陀佛 跟观世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为你讲 而且 所有一切的经论 你不会有魔障 不像在这里 一个人一条路 两个人两条路 三个人三条路 四个人四个十字路口 对不对 这个法师这么说 南传这么说 北传这么说 藏传这么说 大家都在相互批评 毁谤 极乐世界 跟佛的净土 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接下来你看 善太童子 刚才讲过 不但是 普贤菩萨要参访 善太童子也 深深事事事 跟观世音菩萨修 大悲法门参访 华严经的第27餐 平等大悲法门 就是观世音菩萨修的 所以十方一介诸佛 所有的众生 没有一个人 不利用观世音菩萨 比方说我这次去槟城 我也去了泰国庙 很有趣的 也缅甸庙 泰国南传 大家都知道是拜释迦摩尼佛 可是因为南北上传交流 现在泰国庙 一进门口 也共白衣大士观世音菩萨 我觉得很有趣 现在讲一个故事 今天做一个总结 待会我教各位 乐障吉祥经发愿文 然后呢 十点我就会结束 请看这个故事 这在佛陀在阿含经里面讲 有一天佛在打坐 打坐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眼镜舍进来 看到佛这样 噓噓噓 佛陀 然后他就跪着 求佛陀 因为佛陀是个圣者 当然他听得懂动物的语言 他说佛陀啊 我很苦啊 你是这个觉悟的圣者 请你接受我的皈依 为我说佛法 我想脱离畜生道的这个身份 我是一个眼镜蛇啊 梦蛇啊 为了活下去 我每天都必须啊 吃众生的肉 其实那是很残忍 我也控制不了 我的身心非常强 佛陀就举起手来 放光对了 善哉善哉 善男子啊 你因为深深深深的 参心啊 让你堕落了 他说心 可以让你成佛 心 也可以让你变成畜生啊 所以调伏你的自心啊 是很重要 因为你多生多结的习性 你的参心很强啊 你在人间的时候 你的脾气很坏 你在天上的时候 做阿修罗的好战啊 生生世世都打仗啊 你的参心跟伤害众生 所以让你恶缘 堕落到这个畜生道啊 他就流眼泪了 跪下来 佛陀请你为我受三归衣好吗 我说好 佛陀就要跟他放光 为他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而且为他受五戒 跟他讲 你常常脾气来的时候 要升起慈悲观 念南摩佛 南摩法 南摩森 当你夜静的时候 来生你会投胎做人 你还会遇到下一尊佛 最后 他就对佛顶礼 然后呢 绕佛三渣 然后就爬出去了 这是记载一个 阿含经的故事 今天我想讲 我们修行很不容易 有时候你会觉得 修行很辛苦 对不对 有时候你会觉得 哎呀 佛法浩瀚如海啊 我怎么可能读得完呢 对不对 可是修行啊 最后要调伏你的心 调伏你多生多节的习性 不管你听了多少的经 不管你听多少的法师 不管哪个法师来弘扬药师法 哪个法师来弘扬禅法 哪个法师来介绍地藏法门 或观音法门都很好 都是佛的正法 但是你要问你自己 学佛不要跟别人比 要跟自己比 去年的你 跟现在的你 你有进步吗 我期望你呢 没有见到师父的这一年里面 这一年呢 我知道很多人都讲 up down up down up down 还有当当当 今天还会来 还不错 对不对 这一年当中一定碰到很多 有如意的事情 有快乐的事情 也有伤心难过的事情 过几天奖金我给你 今年我也很无常 我师传最好的同学 往生了 47岁 师父放声大哭 我同班最好的同学 像蛊惑仔一样 他做了一辈子很多的坏事 我最后帮他诵经49天 我石头山最好的老和尚 88岁 圣改法师 这我要去德国弘法 这前几天 断气了 生命真的很脆弱 当然我发愿了 希望我明年还见到你 给你七元 可是生命那时候 走的时候 说走就走的 很多人现在猛爆性肝炎 还有心肌梗塞 不注意就走了 举个例子 今年我有回到我的Bristol 英国1998年到1994 99年 我在英国念书 我的房东 不好意思 奥运结束以后 我从法国巴黎 做Europstar到伦敦 伦敦在做两个半小时的coach 就是巴士 然后呢 大概像你们从这里到KL 这么长 我去见他 你知道房东啊 见到我第一句话 他讲什么 我先讲英文 How fast you are You are still alive We didn't contact And we didn't meet for 14 years You are still alive Give me hug 这样 意思说 混蛋一个 我们14年还没见 你还活着 14年来呢 我们都没有见 对吧 我很想见你 给我一个拥抱吧 我的房东对我很好 对不对 那我租过他房子 他为了要欢迎我呢 那时候他房子有装修 他让我住在客厅里 他客厅呢 这个灯啊 一个灯呢 都是一百年以上的古董 窗帘放下来呢 就像罗浮宫博物馆一样 然后他跟我讲 我说哎呀 我住在这里很感动 就好像住在museum 明天不要变成了埃及的木乃伊好吗 他非常的友善 可是他不是佛教徒 他这辈子心很好 帮助过很多人 他又遇到挫折 这14年来 他曾经就是心脏病爆发 三次 上一次在前一两个月 他说你再不来 你可能看不到我 我说你不用担心 我是佛教的法师 我会帮你诵经 祈福 点灯回向 希望你健康长寿 他的家人也很好 可是他还是会恐惧不安 为什么 头胎去哪里 他并不知道 再讲一遍 看这个故事 佛陀说 心可以让你成佛 心可以让你堕落成为畜生 所以你要学着控制自己的心 学佛要想 以前脾气很不好 现在脾气好一点 以前很自私 现在要慈悲一点 以前心很急 慢慢来 不要急 对不对 然后呢 心慢慢来 生的时候 你匆匆忙忙 死的时候 也是不会很安详的 好 今天先第一天 讲到这里 好 我们念第一天 因为我们这是 part of three 最后一天 讲座 所以 为了好的缘起 今天大家 在唱 乐藏经吉祥发愿文 好 请翻开前面的讲义 请翻开第八页 我想各位连友都会唱 第一天 第一天 我们不管南传北传藏传的佛弟子 永远记得要感恩释迦摩尼佛的恩德 没有佛陀的恩德的话 我们在这茫茫的生死大海里面 是永远听不到正法的 好 请看第八页 没有的话讲一两个一起看 好不好 好 合掌也可以 不用合掌也可以 用虔诚的心 一起唱 从第八页 唱到第十页 然后我们今天 讲经就到这里 圆满 发愿文像 我悉心苦心 为主 众生骨 设计 此生乐 领发旧痴然 我悉舍生命 主兵人工 以为品中生 领发旧痴然 我悉心味 我悉心维身 我悉谷 美男 我悉为菩提 佛佛月 觉己生闻 父母 诸世长领发旧之安 慰问土地故 阿僧子 悲受众众苦 领发旧之安 我修杰律 清醒 释放佛为真 领发旧之安 我习常忍辱 诸和众生 为众出烦恼 领发旧之安 我习静静静 尝不疼 独多诸众生 领发旧之安 我习优避 诸和众生闻 我习纱 领发生闻 领发自安 我习惠 尝不疼 领发生闻 我习惠 领发旧之安 我习惠 领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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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千里言说 五两吨铃巴旧痴然 我喜常怜悯 与千里言说 神却容 己舍神之间 为神正法言 我命和众生 此尘首安置 与三尘尘长尘法师 我喜之方便 诸可见 安置于正会 法于灵不觉 我喜以思舍 却渡住众生 灭烦烦恼灵死中救主 佛西处外道主 佛西处外道主 和邪见王 安置于正路死中的供养 佛西处外道主 佛西处外道主 好 请和长念我慈 朴弦书圣行 然后今天奖金就讲到这里 待会陆录影就可以切断 一起念 我慈朴弦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瓦无量光佛